越南在1986年就开始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0多年了 很多中国人去越南旅游之前 想象着越南很落后 亲身经历才发现很惊讶 县港作为越南五大直辖市之一 也是第四大城市 人口144万 发展相当迅猛 它有60多公里的海滩 自然风光跟中国三亚类似 发展速度却如同中国的深圳 我现在在越南县港的美西海滩 这里太漂亮了 大家好,我是小玲 我身后就是越南县港的美西沙滩 嗨 这里又被评为全球最美的六大海滩之一 很可爱的单地人 最近越南县港的发展非常非常快 我在2017年的时候来过这里 那个时候这里看起来还是一个小镇 现在看起来就是可以跟咱们三亚媲美的一个海滨小城 我喜欢丹南县港的英文名叫丹南 它跟丹南完全是完全不同的发音 丹南的这个名字完全是发源于在这边的中国人 因为在县港周围有一个岛特别像险子 所以他们就把这里称为县港 因为以前在县港的中国人特别特别多 那随后又是欧美人 现在呢是韩国人特别多 你们看一下眼前呢 这个就是美西海滩 上面还有人在飞洒 今天的浪不是很大 所以很多人都下去游泳了 围绕的这个美西沙滩 旁边是一排的高楼大厦 这些大部分高楼大厦都是酒店 来到县港你会觉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 除了它的城市建设飞速的发展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它整个城市变得非常的干净 你们可以看到在县港的美西沙滩上面 我刚才放眼望去几乎是没有垃圾的 天气好的时候真的是好漂亮好舒服 虽然它再看跟咱们平潭的海也差不多 哇舒服舒服 你看透明透明的水 这水还有一点温暖是怎么回事 白天被太阳晒得暖和和的 现在傍晚出来好舒服啊 嗚 县港人真的是好幸福 有这么好的一个城市 又有这么一片海滩 我刚开始打了一辆Grab过来 只花了两万越南盾 之后人民币也就是不到六块钱 距离呢大概是两公里左右 在市中心两公里的地方就有这么漂亮的海滩 太幸福了吧 这边茶茶名颜非常非常长 有三十几公里 最远呢可以到达惠安 这边呢是山茶半岛 山茶半岛上面呢有一个观音 这里又被评为全球最美的六大海滩之一 可以媲美马尔代夫 美国夏威夷 所以这里又有越南的马尔代夫之称 唐玉搞一个多少钱 它这里是餐厅要点菜的 这里收费不贵啊 一个椰子三万 一个四万 一个四万 如果我点东西喝会便宜一点吗 如果我点东西喝会便宜一点吗 椰子是另外三千的 檀椅是四万 OK OK 一个 来我们在美西沙滩这边躺下来休息休息 我在2017年来的时候呢 这里一个檀椅也是四万 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感经过了飞速的发展 这个檀椅依旧是四万 这边椰子卖一个三万 我也觉得合理 因为在河内所有的地方 放椰子也都是卖三万 好好躺下来欣赏这片海 舒服 惬意 这才是海盗生活 海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 我觉得我明天应该带泳衣过来游泳 现在天边颜色越来越好看了 山茶半岛上面的观音好像有一点发金光的意思 在弱日余晖的映沉一下 舒服 我相信再过几年过来 它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这个是昨天买的山竹 日南的第一大城市胡志明 第二大城市河内 第三大城市海房 第四大城市县港 第五大城市是胡志明以南一个叫秦居的地方 以前来县港的中国人特别多 现在呢 可能就没几个 我最近几天待着 我就遇到过一个中国人其他都没有 那在牙庄呢 又是另外一种情景 牙庄呢 可能是中国游客特别多 还有你们知道吗 这些酒店海景房 一个晚上甚至于只有人民币一两百块钱 关键是它还非常干净现在 我们来越南好像都没有去逛过越南的夜市 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一下越南的夜市 我打听到县港这边有一个夜市叫山茶夜市 然后里面卖的很多熔虾都特别便宜 进来就是夜市了 其实这个夜市听说是已经很游客了 你们看一进来就是卖这些特产 很游客了 这些咱们就不看了 非常多韩国人 这里的韩国人已经超过了本地人 你们看烧烤有英文韩文中文泰文 很香 龙虾海鲜 你中文说的很好 三只青蓉加上一点海鲜是五十万 五十万就是一百五 虽然这个小青蓉看起来很便宜 折合大概一只就是不到五十块钱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小青蓉它心不心强 很多年前来越南来县港这里的时候 他们这个那个熔虾特别便宜 可能一只就十几二十块钱 可能现在游客来多了 他们价格也跟着涨上去了 四只大的大的龙虾 是四百五 一只就一百多块钱 关键是新不新鲜 新鲜 新鲜 你们都会说中文 一点点 都是今天来的 最好不新鲜 这把龙虾还给我 我们不吃死的 但是新鲜 你们有几个人吗 一个人 一个龙虾 多少钱 一公斤五十万 一斤七十五块钱 五十万 这么大一个是五十万 大一个 煮完了然后才付钱 煮完了才付钱 不新鲜不要钱 不新鲜不要钱 朋友们新鲜的大龙虾 这一只只要一百五十块钱 太壮观了 朋友们 从那边一直到过来 这里 全是卖龙虾 他们知道龙虾有这么多吗 这条全部是卖龙虾的 一公斤多少钱 一公斤五十万 五十万 那我先看一下 新鲜的吗 送东西 你姐姐 三倍 三十万 三十万 还有三倍 还有这个 不新鲜 这边怎么办 保证新鲜 如果不新鲜 你看啊 肉啊 你磨一下好不好 磨一下啊 硬的对吗 硬的 你看啊 在这里呢 肉多的 保证新鲜的几千 三十万啊 我再看看 三十五万的 我给你打折是三十万 三十万 朋友们 要不要吃呢 很新鲜的 如果你四五新鲜 不要给钱 我赔你保重 真的吗 真的吗 对真的 他们都是我的龙虾 你看看 全部都是我的 朋友们 要不要吃呢 一般 一般 这个特别好吃 两个 这个特别好吃 他们这的店家 一个就是比一个热情 除了龙虾之外 也是有一些烤肉 吃这个龙虾真的是太多了 那一条街都是 这是BBQ BBQ有很多汤 除了吃的就是小商品市场 看到了绿帽子 越南绿帽子 越南绿帽子不便宜啊 三十几块钱 据说夜市里面有一些游戏是有套路的 它是两万玩五次 两万五个中五个有中个 如果中一二三四有小的 五万六个中一个有三个中五个有中个 如果中一二三四有小的 哦 可以拿这样 或者这样 都可以啊 大力一点 这又是一个设计小游戏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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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万30分钟 我觉得还是比较贵的 贵 10万 8万 8万 朋友们从12万讲到8万 8万30分钟 你们来越南 今天一定要讲价 多讲一点 看看这次8万30分钟的阿母 它怎么样 你看 GOOD GOOD NICE 你还别说 夜市有按摩 它还挺有劲的 朋友们 他们还会点穴呢 真中国学了吧 哇 是越南的按摩 真的可比泰国的强一点 因为他懂得点穴 懂得穴位 嗯 现在给我拿了热食来敷 哇 这24块钱的按摩 这么多服务啊 朋友们 因为按得太好了 我又加了半个小时来按肩膀 跟脖子 它的力道真的非常的棒 很有使力啊 哇 啊 完了 神清清爽 花了有16万 就是人民币的45块钱左右 花一个人是18万 也就是人民币的50块钱左右 彩色的贵一点 彩色的是150 榴莲 榴莲 多少钱 一 一 一 十万 十万 嗯 越南榴莲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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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现在这个老板可不好的 这个老板要回好几种语 韩语要回 诸文要回 英文也要回 我刚刚要走的时候 他说一公斤9万 我估计啊 甚至于可以讲到一公斤7万8万 哈哈 我猜的啊 但是咱们也先不吃榴莲啊 7万8万也还是挺贵的 咱们后续会去到马来西亚跟印尼那边的榴莲才是便宜呢 所以咱们先忍忍先忍忍 这个商查夜市呢帮你们看了 一定要讲价 不敢价格是偏贵的 龙虾呢 我在那边 我也没有开价 他就一路自己讲价 然后送这个送那个 然后又给你折扣啊 呃是30万 就是那一只 大概是0.8公斤 还送了一堆其他的海鲜 我 但是我想哦 那个价格哦 还是可以更低的 好了 我觉得这个夜市呢 特别的游客 那如果你们想过来吃一下便宜的龙虾 是可以过来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在海边长大的嘛 所以龙虾这种东西呢 咱们也是能吃得到的 不是说吃腻了 也能吃得到的 所以就不在这里吃了 咱们要节省旅行经费 现在来到了他们龙桥这里了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 我们看过这个龙桥的烹火 从远处看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这个是他们的地标的建筑了 这个角度看龙桥比较好看 可以看到全景 我们再在这个寒江上面看一下 县港的夜景 虽然这个县港的夜景可能真的比不上上海啊 比不上咱们国家的深圳啊什么 几年前来的时候可能它这里的高楼就只有两三座 但是现在呢就有非常非常多座高楼 我觉得我们都不能小看越南这个国家 真的它不是你固有印象当中的老婆小 当然啊 县港这几年的发展啊 跟游客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大量的游客进来 他们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这个怎么有点像新加坡的那个狮子啊 有点像哦 这个是寒江对面的一个酒吧街 我看这一条街下去大部分都是酒吧或者是咖啡店 在县港它的物价要比河内低那么一丢丢 河内胡志明是整个越南物价最高的 就拿咖啡举例吧 河内的所有平均的一杯咖啡的价格都在三万五 而这里呢就可以买到两万五两万九 甚至于两万一杯的咖啡 如果街边简单那种咖啡啊 我今天看到了一万五也可以买到 我觉得在越南看物价 你只要看他们咖啡一杯多少钱 就能估计得出这个城市的物价情况了 这个城市建设真可以啊 沿着寒江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园 太好看了 越南之所以发展的那么快啊 除了游客这个因素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它即将成为世界工厂 因为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在提高 很多以前外资在中国建厂的 现在逐步的转移到越南来 在越南的首都河内 你会感觉到就是时间仿佛就停止在 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 但是你来到县港 你就会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越南的速度 越南发展的速度 因为它这边没有所谓的老城区 县港的街道上也是特别的干净 基本上是很少有垃圾的 但是在河内就不一样了 今天是新的一天 我们继续来探视我县港这个城市 还别说真的是到了越南南部以后啊 这个气温逐渐的升高 但是最近呢是越南的雨季 所以呢再怎么样呢也不会很热 我倒是挺喜欢越南下雨的 挺凉爽的挺舒服的 他们这虽然这么的野了 但是很多店家呢还是没有空调的 很多就是小店啊吃饭的小店啊都是就是一间店敞开的 吃饭的环境就是像这样 没有空调有风扇 那这里啊如果你去住轻侣的话 像我这个比较好的轻侣 40块钱一个晚上 如果差一点的话也能住到三十几块钱的 如果是住酒店的话 200人民币可以住到四星级酒店 你敢信 咱们来吃一个海鲜粉 海鲜粉啊有五万五的有七万的 七万的上面有一只螃蟹 现在县港基本上很多菜单上面都有韩文的 来卖山竹了问他多少钱 How much One ki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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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斤是四万 One kilo 去拿秤给我秤 One kilo 那这么辛苦咱们就买一份吧 OK OK 万万 给他十万找我六万 OK 不讲价了 因为大部分地方都是卖六万 他卖四万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看起来这三组蛮新鲜的样子 炖着香喷喷的海鲜粉 必须粉丝先吃 看一下这里面有虾 有皮皮虾 还有一些丸子类的东西 好香啊 这是螃蟹肉 螃蟹腿 哇塞 这个粉是这种的 跟咱们之前看吃的不一样 它是圆圆的 我点了一个公民饮料玉米汁 好喝 这杯玉米汁才一万 三块钱 好鲜啊 好吃好吃 蟹肉 嗯 关键是这一份粉 才人民币的15块钱 哇 还是新鲜的 活的 刚才阿婆卖给我的山猪 虽然小个一点 但是非常的新鲜 你们看 这是他们的写字楼吧 来到了一个咖啡馆 这里全部全部都是韩国人 夸张了夸张了 给我一个菜单 上面全是韩文 在一个越南的咖啡馆里面 到处都是韩国人 你们还记得以前 四年前我在河内吃的那一家披萨吗 现在已经开变了 几乎是整个越南都有 所以呢 离开了河内咱们也能吃到 我今天就特想吃那个披萨 那个披萨可以称之为 我在全世界吃过的最好吃的披萨 我坐在吧台这边 一边看他们在坐 一边吃着 它的价格是略略有点高的 25万现在有的人民币的70块钱 这个好像不错 牛肉的 我最近给一个双拼的牛肉和蘑菇 我当时准备来越南的时候 我就想一定要再来吃这家披萨 他们这就是在里面前烤 你可以看着他们烤 挺好玩的 这整个环境也是非常的舒服 他们的起司 他们的起司放好多 哈哈 我的披萨来了 这一半是牛肉的 一半是蘑菇的 看起来牛肉好多 上面都是满满的牛肉 还有蘑菇 这两个双拼呢 是这边比较推荐的两个味道 我一边在直播 一边在露食品 就是小手洗过的 这家披萨真的是我离开了 以前离开了越南之后还想念 有点像啥呢 这个饼底 让我想起了 刚才土耳其的时候 有人问我 这么大份 能不能吃得完 吃不完 咱就咋不 我说24碗 24碗 就等了明币75块钱 我发现有点撑了 这个饼太好吃了 有一种 那种饼的原始的香味 手抖 咖啡里面浇了盐 但是他喝茶的茶壶 不是用这个 快好看的 来喝喝这个盐咖啡 盐咖啡特别甜 差两万九一杯 还蛮好喝 它跟一般的越南咖啡 不一样的就是加了点盐 加了盐之后 它就是没有那么厚甜 加上它上面有一层南套 一般的越南咖啡上面是没有南套的 我发现越南的咖啡店 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他们这个咖啡店里面都不卖蛋糕的 除了咖啡饮品之外 只有一些葵花籽 牛肉干醋的 晚上回来了 把今天中午没吃了的披萨继续吃 咱们不是一个浪费的人 说实话这几天在县港 确实给我感触触动非常的大 他们这儿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已经是另外一个城市了 所以就像评论区很多朋友就说 就是我们在发展 其他国家也在发展 整个世界都是在发展 我在越南已经有20多天了 我现在就没有明显的感觉到我被坑过 除了在口岸买了电话卡以外 我就没有感觉到我自己被坑过 而且这一路走来几个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自己的风格 像河内就是老或小那种老城区 在宁平就是特别的桂林山水 在顺化就特别的古朴 那在县港就有点干净 现代化 然后又有点漂亮的海滩 不知道后面越南还会给我什么惊喜 大家拭目以待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我正在环球旅行第十一国越南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